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大家下午好 我來自宜蘭合家康中心 今天呢非常的高興 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來分享產品 那剛剛呢我聽到那個冠窯 玫瑰大師他講了一句話 害我都不想上來了 我也不敢上來了 因為賣相不好的話會怎樣 大家都聽不下去了對不對 所以我也蠻緊張的 那事實上呢我在進來愛多美的時候呢 我是一個產品導向的人 如果產品不夠好 我是沒有辦法去跟人家做分享的 所以呢我是從先我自己來開始所使用 我所有的產品我通通都用過了 除了一個產品我沒有用 各位知道是什麼嗎 南四三建築我沒有用啊 其他的我通通都用了 那麼我發現喔 真的實在是太厲害了 我所用過的每一個產品 居然沒有一個讓我覺得不好用的 各位有沒有覺得說這個是太厲害了 而且呢他也能夠滿足不同人的需求 我們在市面上很多人會告訴我 這個不要那個不要 什麼不要對不對 但是呢 我相信呢 所有的產品一定有他需要的 只要他需要一項就夠了對不對 那我們結合了很多的家庭天天愛多美 然後呢就能夠造就了 一個不在職的收入對吧 那我從呢美容保養開始 沒有我要的那個效果 那當初在看到 我們的保養品的時候 各位我有種什麼想法嗎 便宜沒好貨能用嗎 各位理解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用 那沒有用的時候 我是在看喔 看怎麼來到了我們的會場 看到那些從韓國來的那些大師呢 每個人皮膚啊都發亮 不管他幾歲 六十歲七十歲對不對 真的都發亮 所以我那時候眼睛也發亮 我覺得說如果今天要做一個事業的話 你自己要不要來用我們的產品 我們不能把朋友當成白老鼠嘛 所以我就開始用 我用了之後 真的有一句話叫什麼 不是便爸 一事成主顧 用了之後我就真的回不去了 那麼家裡有很多很多 的那個保養品呢 別家的 我都沒有再使用了 那麼當我用了以後呢 我發現 各位 如果一個產品 能夠讓一個女人 由內到外 由頭到腳 整個都做改變 你覺得好嗎 讓一個女生不用動到一陣一線 整個臉型會改變 從內到外 讓你青春動靈 你覺得要嗎 要 好我就來跟各位分享 我心目中的實踐組 因為呢這實踐組太好用了 尤其在開發海外的市場 各位 最大的力氣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保養品 只要讓我們做的人呢 聽說 你幫他做一個臉 他會帶十個來做臉 業績就來了 對吧 人就出來了 我們就是這樣打市場 我就是方法錯誤 因為呢 那時候看不懂韓文對不對 好 來的時候 尤其是那個 那個面膜有沒有 我們學過美容都知道 像膠狀的呢 大概二十分鐘就要洗掉了 那也沒人教我們 我們就真的二十分鐘去洗掉 結果什麼狀況 浮在臉上 結果呢頭髮也是 本來不洗頭的 又去洗頭了 然後 會不會濕 那個會流下來 又流下來了 怎麼辦 乾脆通通洗 後來我就很生氣的 打電話去問我 我的介紹人說 你這什麼東西啊 能賣嗎 你真的沒得做了嗎 連這樣子你都要賣嗎 後來 他跟我講 真的很好用 你試試看 你再試試看 所以呢 我就去研究 到底是怎麼用的使用方法 當我都使用 很OK的時候呢 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一定要讓更多更多的人 正確的使用這個產品的方法 所以呢 當我們在卸妝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是什麼 卸妝對吧 很多人就會問說 卸妝 我又沒有擦粉 我沒有上妝 我為什麼要卸妝 那我們的卸妝乳呢 它本身它加了 人參精華 所以呢 它能夠幫助我們 氣血循環比較好 所以當你在按摩它的時候 很多美容師試它 它來當按摩霜再使用 那第二個呢 我們就是先把它 面子把它擦乾 把它擦乾淨 那有些人他會拿去用水洗 可以嗎 可以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的洗面乳 我們的洗面乳 太棒了對不對 這要一點點像黃豆大小就可以了 那麼我們是 那個 酵素 所以呢 你一定要把它打泡泡 放在手心裡邊 然後加了水 一直在打泡泡 讓它的泡泡 因為它很 本身裡邊有很多的氨基酸在裡邊 以前在講說 很深層潔淨的一個洗面乳呢 它會怎麼樣 它會洗了以後會很緊繃 會不舒服 會很乾涉 但是因為我們家的β普聚糖在裡邊 它的保濕性非常的高 所以讓你洗起來的時候那個水 水分很夠 很透的感覺 然後很清潔 很多人說 洗了臉變白了 臉會變白嗎 不是變白 不可能瞬間變白 它是讓你變乾淨 當你乾淨洗完了之後呢 接下來用什麼 我們的 我們的去角質 那我們的去角質跟人家又不一樣 各位 我們的去角質是要當你臉乾 臉要乾不能潮濕 尤其是你不能在浴室裡邊 因為在浴室裡邊它是不會乾的 然後呢 你整個均勻的塗抹在整個臉上的時候呢 你等三到五分鐘 因為你那時候摸起來是 剛開始摸的時候是黏黏的 對吧 那你要等到它摸起來是水水的感覺 水水的 那就可以開始搓了 那你這樣子直接把它搓完了之後 還是一樣用水洗 那洗了之後呢 我們是不是要敷面膜 一般的面膜是不是 直接化妝水擦上去 然後就敷了 我們的一樣嗎 不一樣 真的這個玄機就在裡邊 我們要把我們的五件族的保養品 通通擦在臉上之後 然後再來敷我們的面膜 那怎麼擦呢 第一個就是擦我們的化妝水 各位都知道很多人在問 這個量到底是要多少 那麼各位朋友 你可以看看你的皮膚的狀況 有沒有人看過那個漢田的 漢田有沒有 現在夏天到了對不對 那個稻田裡邊的沒有水是不是這樣 漢田很乾 你越乾它是不是越的越開 如果你是那樣的膚質的狀況的話 請你化妝水多按幾次 大概個五六次吧 一定要按到什麼程度呢 按到你摸起來像什麼 水田 各位有沒有看到水田 哇很滑很順對不對 你要摸的水水嫩嫩的 那就是你化妝水的量 擦完了之後呢擦眼霜 各位都知道 眼霜呢 顧名思義擦哪裡 擦眼鏡 但是呢你只有眼睛有皺紋嗎 不見得 因為呢你有沒有抬頭紋 育耳紋 法令紋 唇紋 薄紋 認成紋 這麼多紋你要不要擦 通通都滿要擦 但是呢 為什麼沒有辦法全身擦 因為眼霜太貴了 但是我們的眼霜便宜不便宜 非常的便宜 一瓶才多少 500塊 所以我們可以全身都擦 全臉都擦 那麼我們都是全臉都擦 尤其當你的年紀越大的時候呢 你擦的量相對的要再多一點 你擦多了以後呢 它一定所有的都回饋在你的身上 各位你們看我像58歲的人嗎 不像 對 這就是我們愛多美的魅力 我常在講愛多美有哪三例 一個就是魅力 一個是魔力 一個是吸引力 所以在這裡通通都有的時候呢 就真的能夠改變你自己的外貌 那眼霜擦完 因為眼霜裡面它有一個線乾 這個很重要 所以能夠撫平 我們臉上不應該出現的 然後呢眼霜擦完了擦什麼 第三個是擦精華液 那我們這一瓶精華液呢 他在韓國參加獎英時尚比賽的時候 把這個品牌遮起來 我們是得到第一名的 那麼第二名呢是哪一個廠牌呢 我相信有些人都知道 只有一個字 那他一瓶的多少錢呢 四五千塊 我們的多少錢 五百塊 各位五百塊去跟四五千塊的來比 我們第一名 你有沒有想到這裡的時候 看到聽到這樣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你用越多你賺越多 有對不對 你用越多你是不是越美麗 所以愛多美的產品是讓我們 美麗 年輕 然後富有 對不對 再來很重要的就是要有健康嘛 對不對 那這些都有 那麼 剛剛講了 精華液擦完了之後呢 就是擦我們的保濕乳液 乳液一樣整個臉擦完了以後 接下來擦我們的面膜 那麼面膜塗的時候有一個技巧 不要亂塗 我們順著紋路 直接 你弄多一點 直接 游向 往上 直接拉 跟著你的皮膚的紋路 往上拉 那麼呢 一般的面膜呢 他在眼睛下面 眼皮下面是不能敷的 我們的要不要敷 要敷 直接就是把它敷到眼皮整個下面 他這樣可以幫你做 往上拉提 然後你的眼睛呢 本來已經 那個下垂了對不對 慢慢的慢慢的 會再回來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 所以我們不需要去靠醫美 我們只要好好的使用我們的實踐組 就這個效果 那 像我們 更年期以後的女生呢 他再擦什麼都會很乾對吧 那我們要加強什麼呢 我們的保濕三建築 我們的保濕三建築真的非常的棒 這是熟齡女性不可少的 因為呢 他裡面加了竹子液 還有白化素精華 這些保濕性非常非常的強 你要把它塗上去之後 你會發現 你的水分整個是膨起來的 那我們舉例 當我們的細胞乾憋的時候 他是會怎樣 這個會很多對不對 當你給他很多水分的時候 他的細胞是整個膨起來膨起來的 當你膨起來的時候呢 是不是他就會很飽滿 這個效果就是這樣來的 而且那個保濕性非常非常的高 我常常會拿我們的保濕凝膠 當作最後面來圖當我們的面膜再使用 因為我們的那個 四建築的那個面膜 他用了他會讓你變成小一號的臉對吧 會變成V型臉 那當你變V型臉的時候呢 你有什麼狀況 你這個線條就會越來越美 臉就會越來越小 可是當你小的時候呢 那我朋友常常跟我講說 你是不是又變瘦了 你怎麼臉越來越小 後來呢 我就用我們的保濕凝膠來做替補 我就不敢天天敷了 要不然我眼睛這麼小了對不對 再敷會怎樣 沒臉了 開玩笑 所以呢 我就直接用我們這個保濕凝膠來塗抹上去 那你會發現第二天 那個皮膚真的實在是很漂亮 這就是我很推薦的三建築 那我們早上起來呢 我們都會用什麼 牙膏牙刷對吧 我很推薦我們的牙膏跟牙刷 為什麼呢 我們常常在外面的時候啊 我們在外面 是不是你不方便刷牙 對吧 那我們會好 我們因為你在外面 你怎麼去拿這個牙刷 當著大家的面來刷牙 這是比較OK的嘛 那我們都會用我們的風膠牙膏來做替代 那風膠牙膏怎麼用呢 我們都知道風膠它本身 它就是那個味道很嗆對不對 一般人不喜歡用 再來呢 你講到天然的風膠它會怎麼樣 它顏色越用越深 顏色越用越深 清洗你的口腔 然後呢含著兩三分鐘之後呢 再用水把它沖掉 這樣就好了 那我們的牙刷 我相信大家都用了我們的牙刷好不好用 非常的好用對吧 那現在也很多的牙醫師也都很認同說 為什麼要用軟毛的牙刷 第一個呢 它比較不會破壞我們的髮廊值 再來它可以順便按我們的牙齦 尤其牙齦隨著年齡的增加 它會一直萎縮 尤其是做假牙的 那我們的呢 你就順便按摩它 再來呢 我們都知道 一個牙刷能夠符合美國FDA的認證 它的品質是不是很有保障 對吧 還有各位看哦 我們這個餅呢 是什麼樣的材質呢 我們常常在講 我們每一天啊 都跟這個毒啊 一起生活在一起 從早上呢 你就含著毒 有沒有 塑化劑 你有沒有想過家人的健康啊 重不重要 我們常常是省小錢 然後就花了大錢 你在毒素全身的時候呢 你從洗頭洗澡 那些化學的東西一直進來的時候 你的身體會健康嗎 一定不會健康 所以呢 我們這個用什麼呢 我們用 奶瓶的材質 各位你知道嗎 奶瓶的材質是很不容易的 而且是很昂貴的 我們是用這樣的一個材質 所以呢 當我們每天早上起來 當你在刷牙的時候 你就跟健康有約了 這是我們非常非常棒的 兩個很主力的商品 我們常在講小兵力大工 黑咖啡 各位有沒有人很喜歡喝我們的黑咖啡的 因為黑咖啡呢 它是鹼性的食品 然後呢 我們的黑咖啡呢 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 各位了解嗎 阿拉比卡的咖啡豆 它必須在生長在800公尺到2000公尺 所以它生存的不容易 所以它在市場上的價格非常的昂貴 那我們呢 一般普及的是羅布斯塔的咖啡豆 它大概在200公尺就可以生長了 所以它就是很普遍 然後價格也非常的便宜 那麼我們喝咖啡在外面的咖啡 現在的價錢一杯多多少 至少有35塊起跳嘛 對吧 但是我們的咖啡一杯多少錢 6塊錢 那麼6塊錢 我們常常在講 請朋友喝咖啡對吧 那各位 我們現在要請朋友去哪裡喝咖啡 啊 家裡 做家庭聚會可以在家裡 還有呢 當然是在每個地區的中心啦 對不對 通通帶到我們教育中心來喝咖啡 然後又冷氣吹對吧 然後呢 也可以成我們的事業的夥伴 我們常在講嘛 要會算才會賺 把你所要花的錢 通通再放到自己的口袋來 所以我常覺得說 我們在講 你愛愛多美有多深 你的口袋就會有多深 因為你不斷不斷的消費的過程當中 你都在累積你的資本 你的錢 所以我們當個聰明的媽媽 尤其是今天 在座的媽媽都很多 母親節也要到了 那麼我要介紹什麼 我們的國具組 各位 每一個家庭 一定要有一個好的國具組 因為在過去像我們這個年代 我們常常使用到什麼鍋 鋁鍋 所以我們都會變老人 癡呆的原因就在這裡 如果有一個好的鍋 不但能夠讓我們每一個家庭 吃到營養的每一餐呢 也能夠讓媽媽免於什麼 癌症的產生 我們都知道肺癌 第二名的是誰 我們的女性 朋友 這個比例占得非常的高 那麼我們會講我沒有吸煙啊 為什麼我會得肺癌 是因為你吸了很多廚房的油煙 如果能夠減少這一些呢 我們呢 家庭主婦在煮飯的過程 也能夠穿著美美的 然後呢 也能夠煮出來一道又一道 很美味的 每一餐 那我都知道 有一句話說 要抓住 全家人的胃 要抓住全家人的心 要先抓住他的哪裡 胃 對 所以呢 我們這個鍋具組 他是使用了316的材質 就是手術刀的材質 所以一點點都不能生鏽的 再來我們是一體成型 然後是5個 複合式的合金 所以他能夠鎖住我們 所煮的食品的原味 而且呢 他省油 省電 省瓦斯 通通都省對不對 所以呢 在無形當中 你的每一道菜出來 就是健康 那我們也都知道說 我們的衛生紙出來了對不對 各位 衛生紙 每天都要抽 當你在抽的時候 錢就一張一張進來 你覺得那個感覺好嗎 好 尤其我們的衛生紙是正農職業 也就是我們台灣的一個又兩個企業 那我們是不是也無形當中 包出了我們台灣的企業 慢慢的走出去 走出這個國際 尤其我們的衛生紙 我一定要分享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說 我們每抽一張衛生紙 不但是看到鈔票 更看到了什麼 替自己種福田 因為呢 你用了衛生紙 我們是用再生的衛生紙 所以它沒有螢光劑 它也沒有漂白劑 所以它能夠幫助我們的子孫 不用砍樹 是不是照顧到我們所有的子子孫孫 這也是我們愛地球的一個小小的貢獻 而且它能夠融於馬桶 也可以製造 也可以不必要製造一些髒亂 所以呢 我們在講求的就是環保 無獨 安全的一個世界 然後呢 像我們的洗衣精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我們的洗衣精 它真的非常的棒 各位你們有沒有聞過那種棉被 曬太陽的那個滋味 那個味道有沒有很舒服 讓你會整個都放鬆 我都覺得說 哇我們的洗衣精 洗出來的衣服就是這麼的舒服 因為呢 很多人他在用的時候啊 他會一直倒一直倒 說這個很難用耶 沒有泡泡 洗不出很多泡泡 因為我們沒有加什麼泡泡劑 我們加了什麼 無患子 各位都知道 無患子它不會有很多泡泡的對吧 它是天然的 再來 它為什麼越洗越白越乾淨 原因在哪裡 因為它加了小蘇打粉 所以呢 讓你呢 整個 不會有精疲毒這個部分的問題 那麼洗髮精也是一樣 我們洗髮精是加了七種的天然的草本 像我們冠窑剛剛有講 加了河手屋 所以都是草本的 那讓我們的頭髮 頭皮健康 當你頭皮健康了以後呢 你是不是有頭髮會有再生的能力 因為毛狼健康了 你自然而然 你的毛細孔健康 你就會長出頭髮來了 那我們也看到了我們的精油貼布 各位 真的台灣之光 我真的要大力的介紹 因為呢 就是因為 精油貼布呢 透由愛多美的品牌 它發展到了馬來西亞 還有那個菲律賓 還有那個新加坡 那這個精油貼布呢 我們都知道 一般的藥用貼布 它能夠 越貼的時候 因為是吸藥 所以它越貼呢 將來是要洗腎的 有洗腎的危險 但是我們的有沒有這個困擾 完全都沒有 因為第一點 我們是天然的 它也沒有加任何的色素 再來呢 它裡面加了一條根 薄荷葉精油 尤加利液精油 通通是精油 這個在歐美國家 那個發療是很難考的 尤其是那透由呼吸 來達到身體的一個平衡 那麼我們也一樣 氣不通則痛 通則不痛 對吧 那接下來 我要再分享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第一名的產品 是什麼 HEMOHIM 我們的蜂蜜銀 大家都知道蜂蜜銀棒不棒 棒 非常的棒 那它能夠帶給我們的身體 健康 比較有體力 尤其在韓國呢 它總共有幾項的專利 五項 五個專利 然後在美國 在日本 在歐洲 都各有一個專利 所以呢 我們知道的 是很多國家都認證OK的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比較放心 尤其是它的研發背景 韓國原子力研究院 投注在裡邊的 它的基底呢 是當歸川窮百勺 作為基底 其它它是複方的 那各位想想看 當我們體力變好了 身體是不是也相對的變好 那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紅森 各位 紅森呢 一推出是不是市面上 馬上就搶光了 對吧 那你搶光了以後呢 哇 真的 只要喝過紅森的人 我們就在講 好像年紀公 氣很足了對不對 因為呢 紅森呢 在人生界呢 它是最好最頂級的 那麼我們用的是專利的 噴射的是那個技術呢 把它整個都包覆膜包在裡邊 所以它是顆粒狀的 那麼呢 它裡邊呢 我們的是百分之百的紅森喔 那它裡邊有百分之二十的人生皂肝 所以這個吃下去了 也喝下去以後 真的實在是對人 我們的 身體的 健康呢 產生很大的一個幫 幫助 然後我們也可不可以來蹲機 可以喔 我們就拿我們的鍋子有沒有 我們的那個炒鍋喔 拿來 當燉雞來使用 那麼 我都是好半隻雞 然後四包的那個 我們的 紅森 那我會先把雞 整個煮 煮好了以後 然後 最後 都煮熟了 再放我們四包的紅森下去 然後火關起來 燜一下 這樣就好了 任何的天降物都不要在家了 這樣就非常非常的好 好 還有我們的益生菌 我們再講說 東北有三包 哪三包 哪三包 人生貂皮烏拉草對吧 愛多美有幾包 四包 哪四包 蜂蜜飲 紅森 再加益生菌 那是內服的 外用就剛剛講的 我們的貼布 對不對 那最後我來講 我們的益生菌 我們的益生菌呢 總共有12種的專利的菌種 12種的菌種 裡邊其中有兩項是專利的菌種 那麼一條的益生菌裡邊有30億個活菌 所以呢他又加了什麼 蘋果 香蕉草莓 然後這些酵素 所以呢 是不是 吃了這個 我們再講 腸道好活道啦 對不對 然後 就會讓我們的整個精 腸道健康 就是我們裡面的好菌 越來越多的時候 人就自然健康了 這就是我們的一些保健品 那還有接下來是我們的 我們的衛生棉 也是我們台灣的工廠生產的 那衛生棉呢 在使用的過程 它會讓你很舒爽 只要說用過衛生棉的女性 我相信在你的精起來的時候 是最不舒服的時候對吧 尤其又怕滲漏出來 那是實在是很不OK的事 那我們的呢 它能夠讓你吸收的很透徹 也不會讓你 比較不會讓你滲漏出來 然後它盡量是會讓你保持到 那種乾爽的程度 那麼有很多朋友呢 他會把我們的精油 用過的精油的空袋子啊 那去裝什麼 裝我們的衛生棉 因為這樣子有涼涼的感覺 他們覺得很舒服 所以我們的 所有的產品的袋子 還可以當廢物利用 你們覺得好不好 好喔 大家都會充分的利用 就因為產品太好了 會讓我們覺得說 哎呀怎麼用都是很好 很方便的 所以呢 在我的認知裡邊 我覺得 如果一家的產品 他的有獨特性 然後第二個方便性 第三個循環性 都夠 然後接下來普及性 再來立效性 通通都有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無往不利了 深入到我們每一個家庭 讓我們每一個家庭 都能夠得到 身心靈的一個健康跟平衡 尤其是健康不能等 對吧 我相信很多人呢 在他的人生的過程當中 他也希望能夠得到一個健康 家人的健康 比你賺多少錢都重要 大愛多美 你只要把你的身體照顧健康了 財富自然就來了 那麼接下來呢 因為母親節快到了 我真的祝福所有在座的母親 真的身體健康 然後口袋也健康 做一個有尊嚴的媽媽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那麼我的人生呢 也是因為在愛多美 他讓我得到了身心靈的一個健康 那我也讓我的家人得到了健康財富 所以呢 真的祈許大家 我語重心長的認為 因為我自己也是單親家庭出來的 我是單親家庭的媽媽 所以我很知道為母則強 我相信在座的朋友 你們的周圍也有很多是單親的媽媽 我們如何幫助他們呢 就能夠藉由愛多美的這個平台 幫助更多的需要幫助的人 得到財富的自由 這是我們目前所要做的 那麼我也祈許我自己 能夠幫助更多更多的單親媽媽 走出來走出傷痛 活出自我 讓自己變得更美麗 更健康 我們才有辦法去愛我們周遭的人 我們才可以去愛我們自己的子女 愛我們自己的父母 我也是希望我自己的父母 是因為愛多美而得到健康 我的孩子也因為愛多美 不需要再來養媽媽 各位你們覺得好嗎 也在這母親節的當下 真的 我們讓每個媽媽都很快樂 都很健康 這是我們共同要努力的目標 最後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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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